朋友们好 与众不同章语读到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凯书鼻祖中瑶 聊一聊他的代表作 宣誓表还有小凯这个话题 那首先来聊一聊这个中瑶 中瑶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那我们再讲到传统 代表传统这个名门正派的 这个书法传统的时候 一般人都要提这个二王是吧 我学的是二王 就是王熙之王献之 其实在书法史上 在历代的书论当中 代表传统的一般是这样说 中王 中王就代表传统 王是王熙之 中是谁呢 中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瑶 那除了有中王一说 在这个书法史上 还有中章一说 中章的章是章之 也是这个汉代这个大书家 东汉的时候 也是中国书法史上 草书这种书体当中 涌现出来的第一位大家 被誉为草圣 即使后来出现了这个淮宿啊 这个包括张旭啊 他们都受过这个张之的影响 张之也被誉为草圣 那么中章就是中瑶和张之 中王就是中瑶和王熙之 也就是说最牛的这种并称的都有一个中字 而且这个中字还在王熙之的王前面 也在张之的张子前面 可见他非常的了得 那中原长 中台富 中瑶这个人呢 他现在的代表作是什么呢 是宣誓表 表是什么 表是古代奏章的一种形式 那我们知道啊 国家有朝廷有大事的时候 这个大臣呢 有的时候要谈自己的看法 就要上这个表 那非常有名的表 我们知道的是初始表 就是诸葛亮写给这个刘善的 这个中瑶的宣誓表 它是写给魏文帝曹丕的 原因当时是这个江南啊 东吴的孙权要归附 然后呢 就这个消息啊 就是魏文帝曹丕啊 就让大臣们都知道啊 让人把他这写来的这种信函呢 给他一读 然后就是这个中瑶听了之后 就回去 就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了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宣誓表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宣誓表啊 它不是中瑶的末迹 中瑶的末迹早就没有了 关于宣誓表啊 这个传奇呢 还有一段佳话 这个佳话 我认为能够很好的诠释 中国文人 尤其是一个热爱书法的文人 他的一种情怀 文化情怀 这就要提到王羲之的伯父 王导 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之一 东晋这个家族的这个权势 除了司马家 就是这个姓王的 王羲之他们这一家很厉害的 其中最厉害的一个角色 就是王导 那西晋末年 王导避乱江东啊 去江东辅佐这个东京王朝啊 的时候呢 什么东西都没带 就是在衣袖当中 有的人说是在衣袋当中啊 缝了一件宝贝 就是一小片纸 这一小片纸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 这个中瑶的宣誓表 可见王导啊 王导也是一个书家 这个书家不是说字写的好 就是书家 他是进入这个唐朝著名的书法理论家 张怀冠的一本书 叫书段里面 提到过王导 因为王导啊 这个字也是挺好的 当然评价不是特别的高 那王导把这个宣誓表 带到江南的时候 可以说是滋润了江南的一带书风 实际上是滋润了他们家的这些 后代们 他最后传给谁呢 他一看他的字质当中 最有成就的可能就是王熙之 他看人是很准的 自自己那么厉害 就把这个宣誓表给了这个王熙之 王熙之学习过宣誓表 而且王熙之自己也评价过 就是对中瑶的这个看法 那王熙之后来就没有传给自己家的什么人 他传给他的一个朋友了 叫王熙听起来像是一家 其实不是一家 结果据说这王熙死的时候 他妈就让这个宣誓表啊 陪葬了 所以宣誓表就没有中瑶的这个墨迹 据说今天看到的 中瑶的这个宣誓表 是当年王熙之最早临摹的 临摹下来的 那王熙之是书生啊 他是可信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说这个中瑶的宣誓表 是可信的 他还是传承有序的 古的古代的东西有的是讲不清的 但基本上呢就这么看中瑶写的 那中瑶在张怀冠的书段这本书里 他评价非常高 我为什么要提书段呢 书段是中国书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本理论著作 一部理论著作 我们知道断是什么意思 断案还有判断 判断这个词啊 判有研判的这种感觉要研究 然后来这个判断 最后是达到的目的是断 先判最后断 就是断定这个好还是不好 这是鸡等货 那这个中瑶他在这个书段里面 张怀冠是这么说的 说他真书古雅 道合神明 则原长第一啊 就说这个真书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正凯 很古雅 而且道合神明 他是合乎道合乎神明的 原长第一 这个评价非常之高 而且这个张怀冠又说了 说这个原长真书绝妙 点化之间多有义趣 可谓忧生无济 古雅有余 情汉以来一人而已 什么意思呢 就说中瑶 他的这个真书啊 是绝妙 不是一般的妙 解释了 为什么绝妙 点化之间多有义趣 你看看他的点化之间 确实有很多变化 有义趣 而且呢 他的观感就是 可以说是 幽深无际 幽远 深邃 没有边际 孤雅有余 他认为他上面 这种孤朴之风啊 是自秦自汉以来 一人而已 没有第二个人 所以我们知道 为什么叫中王 为什么是中章 中瑶 就这么厉害 那后来呢 这个中瑶的小凯 是影响了王羲之 王献之的小凯 然后包括一直影响了唐人 后来到了唐朝 这个字开始写得大了 就又出现中凯和大凯 出现了四大家 他们都间接或直接的 受到了中瑶宣誓表的影响 所以宣誓表被称为 这个凯书的鼻祖 或者中瑶本人 直接就被称之为凯书的鼻祖 他是凯书的敌人 由历到凯这个过程当中 起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小凯这个东西 就从宣誓表那时候开始 一直到明清到当代 很多人都喜欢 历代的书家都写过小凯 都有小凯的这种杰作 在清朝的时候 有一位学者 也是书法家叫钱勇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很有名 叫不经小凯呀 不能称书家 就是你一个写字的人 如果你不精通小凯的话 你就不能称之为书家 就是说这个小凯 好像是一个敲门砖一样的 就是你是必备的功夫 你可以写历书啊 写什么草书啊 传书啊 你各种各样 你都可以 字都可以去写 但是如果你不经小凯 那你就不能称书家 就说明这个东西是标配 是必须的 那这跟什么有关呢 古代的科举考试 答卷的时候 你要用小凯 对不对 还有这个小凯后来 以至于在到了明啊 到了这个清啊 就出现了这什么 台阁体 广阁体啊 就是一种标准的 考试的时候 必须要写的 但是对那些书法家来说 他们在小凯上面 也写出了各自的面貌 比如说我看过啊 你看富山的小凯 富山的小凯 后面是他的字 挺狂的 但是小凯 很漂亮 还有这个黄道州 也喜欢写那种 很大幅大幅的作品 也喜欢写草书 但是呢 他的小凯非常有名 还有这个宋代的词人 满宋马 姜葵 姜白石 哎 他小凯也好 而且这个姜白石 因为他是词人 词得名其大 遮掩了 遮住了 他作为一个书法家的影响 其实姜葵的小凯很棒 而且姜葵 还是一个书法理论家 我们知道 唐朝这个孙国庭写了书谱 姜葵写了叙书谱 还是很厉害的 小凯也好 就不要说其他人 什么赵孟福 小凯也好 这写小凯当中 有一个人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文正明 文正明啊 88岁的时候 写的小凯 我第一次看到很震撼 就是万岁通天帖后面 有文正明的一个拔 他十年八十有拔 他这样写 我们现在看了 是很惊讶的 字很小 细如发似有的地方 比比 精道 你能知道一个人88岁 明朝的时候 那个手是非常非常之稳的 可能眼睛也不画 即使眼睛画了 老花镜也是管用的 文正明 所以说这个不经小凯 不能成书家 今天我不知道这些书家 大书家 小凯怎么样 反正我看到有几个女的书家 小凯都挺棒的 不知道中书协那些草书大家们 他们小凯怎么样 反正我知道 这个福山小凯好 人家草书大家 他小凯好 包括荒道州 这个也是草书大家 小凯好 我聊到这个之后 我在想什么呢 其实我们喜欢书法的人 我倒建议学小凯 学一学小凯挺不错 我最近这一两年 我别的字都不练了 就改为写小凯 因为写小凯的时候 人是非常的安静 能很静很静的 我们一做 时间就过去了 好理之间 就让你把所有的心思守住 你也不想什么 用上多大的力气 一切都在笔端 所以连小凯 他是对我们修心 非常有好处的 还有就是写小凯啊 你可以朝朝经啊 朝朝一些古代的这个经典啊 这也是一种恶趣 而且小凯并不单调 历代的名家 他们的小凯都有各自的面貌 足以让你非常的着迷 而且这个连小凯还低碳环保 也不造建纸 不造建墨啊 你那个小纸片上就能写半天 写很多字 一言一点墨就能写半天啊 写很多字 所以说呀 这个小凯 确实有很多很多迷人的地方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喜欢小凯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发表念的高见 好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